第五十二章 黑火灵根 断侯说的话 引起周围不少舞者围过来 静涛心中焦急不满 可是断侯却愈加兴奋 说得眉飞色舞 各位 你们可知道 这黑火灵果 人吃了 有什么好处 断侯环视周围的一道 我知道 那黑火灵果 一旦后天巅峰高手吃了 能成为先天强者 一名大汉喊道 这话顿时令周围众人一阵喧哗 连滕青山都有些震惊 先天强者 那是极为稀少的 怎么可能吃一颗灵果 就成为先天 旁边的静涛哼了声 蠢驴 那说话的大汉顿时一瞪眼 便要发火 你这 他旁边的伙伴立即拉住他 那可是铁一门高手 断侯朗声道 哈哈 先天强者还没这么简单就能达到 从后天到先天 那是必须靠自己的 不过大家也知道 咱们这后天都是炼精化气 想要步入先天 就要神与气和 方能炼气化神 这所谓的神 就是精气神的神 这玩意很玄 说不清道不明 不过 想要成为先天 跟神有大关联 而这黑火灵果据说就能蕴养人的神 使得人脑子里的神更强 更容易步入先天 滕青山暗自点头 这是内在精神的蜕变 段小哥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 也就是说 吃了黑火灵果 就有希望步入先天 有人喊道 那是当然 那希望是大大增强 如果你吃了黑火灵果 还达不到先天 那你一辈子 别想达到先天了 段侯肯定说道 随即嬉笑着 不过 黑火灵果是一个宝贝 那长出黑火灵果的黑火灵根 虽然差些 可也很神奇 顿时有人插嘴道 黑火灵根 听说吃了 能改善体质 强化筋骨 让人拥有距离 段侯点头连道 对 那黑火灵根吃下肚 一个普通汉子 就能拥有万斤距离 一跃成为一流舞者 不过 这黑火灵根的效果 对后天巅峰强者而言 是远远不及 那黑火灵果的 能力举一万斤 方是一流舞者 可那只是一流舞者的底层 如诸葛云 脏风统领 季红统领 月松 地榜 高手孟田 哪一个瞬间爆发 没几万斤距离 腾青山的 蟒牛大力绝 蕴养到如今 第九层大城 内境也能瞬间爆发 六万斤距离 对厉害的后天舞者而言 吃了黑火灵根 肌肉力量增加一万斤 实力提高一些 只是锦上添花 黑火灵果 能让他们有希望踏入先天 那才是宝贝 黑火灵根 腾青山却心动了 这黑火灵根 能蕴养出黑火灵果 肯定拥有很神奇的能量 吃了黑火灵根 这股能量融入平常人身体 就能一下子让平常人 拥有万斤距离 腾青山是那家权强者 他很清楚 人想要力量增加 必须不断开发潜力 提高自己 人体存在于大自然中 有其局限性 如腾青山达到十八万斤距离 已经是极限 想要再提高 增加人体潜能 就是一个办法 怎么增加 吃了黑火灵根 就让人一下子 拥有万斤距离 这黑火灵果蕴含的 神奇能量 的确是大大 加强了人体潜能 现在我的身体潜能 已经无法再挖掘 如果吃了这黑火灵根 腾青山真的期待了 在腾青山看来 黑火灵根 绝对不可能 单单只让人增加 一万斤力气 黑火灵根 增加的潜能 那些修炼内境的人 根本无法真正挖掘 腾青山如此地认为 黑火灵根的潜能 一旦真正挖掘 增加的力气 绝对不止一万斤 到底是多少 吃了才知道 此刻 相比较于黑火灵果 腾青山对黑火灵根 更加渴望 身体力量 已经很久无法提升了 黑火灵根 是腾青山身体 在强化的希望 金家庄的练舞场上 舞者们彼此兴奋谈论着 一个个都很想得到 黑火灵果 黑火灵根 对普通舞者而言 得到黑火灵根 就直接一跃成为 一流舞者 也是宝贝 哼 那静涛冷哼一声 便到一旁取了他的战马 连夜离开了金家庄 断兄 我也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了 腾青山拱手道 秦郎兄 断侯戏笑着道 这几天 你可千万别 离开这火焰山一带 你看着 黑火灵果 黑火灵根 赤灵兽 这三个玩意 会令很多很多的 舞者赶过来的 这里啊 会前所未有的热闹 腾青山一笑 便离去了 看着腾青山离去的背影 断侯笑得更灿烂 静涛 你不想我说 哼哼 我偏要传 要传的扬州 还有旁边的青州高手 也都赶过来 哈哈 大量高手云集 那样才热闹啊 这段侯 是唯恐天下不乱 段侯很清楚 有铁衣门在 他根本无法和铁衣门争 既然争不到 还不如 掀起一场大的风云来 段侯 本来就是喜欢热闹的人 云来客栈 腾青山一回客栈 就立即照杜洪和腾青虎 杜洪 你看到那怪物了 杜洪笑着道 腾青山再度询问道 老杜 我问你 全身黑色灵甲覆盖 有四体 背部有着极短尖刺 嘴巴长而大 而且紧急关头 能全身变得通红 速度实力大增的妖兽 是不是赤灵兽 这杜洪在归原宗呆的时间很久 知道很多 杜洪略微一正 而后狂喜怜道 对 是赤灵兽 不过那是幼兽 一旦他长大 吃了黑火灵果 就会和蛇一样褪皮 换掉一层灵甲 体积也会更大 而且能口吐火焰 督筒 你说那妖兽 是赤灵兽幼兽 啊 如果是幼兽 杜洪说了一大堆 关于黑火灵果 黑火灵根的事情 滕青虎也兴奋起来 你说什么 滕青山眉头一皱 黑火灵果 肯定是在赤灵兽长大后 才成熟 之前段侯没说这么详细 对 多统 杜洪明显比段侯知道的更多 赤灵兽 只有在生长有黑火灵果的地方 才能诞生 赤灵兽生长速度极为惊人 几乎一天一变 每天身体都在逐渐变大 食量也会提升 他喜欢吃肉食 滕青山顿时明白 那赤灵幼兽 从一开始一天吃一个人 后来两个人 到后来三个人 食量增加速度的确迅速 不过我看的书中 并没记载他喜欢吃人 杜洪说道 赤灵兽 我看再过一个月 就能完全成熟 变成过两丈高 他想要再蜕变 只能吃黑火灵果 我们要做的 就是夺那黑火灵果 滕青山在心里加了一句 同时也夺下黑火灵根 赤灵兽成熟后 过不了多久 黑火灵果成熟 黑火灵果成熟 果实会从黑色瞬间变为通红 而且会持续十二个时辰 如果十二个时辰内 没有人采摘 就会烂掉 这黑火灵果 必须放在玉盒中 才能保证不腐坏 杜洪详细说道 滕青山听了 暗自点头 独统 杜洪问道 这黑火灵果 对我归原宗关系重大 这事情 是否禀报给宗内 杜洪看着滕青山脸色 明天一早 我们赶往旁边的徐阳俊化城 通知化城中的归原宗人马 传消息给宗理 滕青山很清楚 经过那段侯 以及其他舞者一传播 知道的人肯定会非常多 还有铁一门也会参加 铁一门老巢就在楚郡 占据地利 而且高手如云 有归原宗高手帮忙 自己夺取黑火灵根 更有希望 第二天一早 滕青山他们一群人 就赶往旁边的化城 以归原宗的势力 在扬州任何一城都有铸点 当然在青湖岛控制范围内 铸点人手很少 已是没有恶意 而在没有宗派控制的徐阳俊 铸点内人马却是很多 江宁俊城 归原宗 诸葛元宏的书房内 宗主 师父 季洪统领和官吕统领都攻身 诸葛元宏将手中的密信 朝季洪一扔 二师伯 你和绿 看看密信中的内容吧 季洪一看 脸上便露出喜色 旁边的官吕一看 脸上的冰冷消融了 露出了惊喜之色 师父 那徐阳俊和楚郡边界的火焰山中 有赤灵右兽 这消息是腾青山他们亲自禀报的 绝不会有假 诸葛元宏微笑道 这黑火灵果 对后天巅峰舞者 有大益处 吃了 达到先天的希望 将大大增加 二师伯 这次咱们的目标 是黑火灵果 黑火灵根 还有那赤灵兽 赤灵兽 季洪一政 宗主 赤灵兽无法驯服啊 历史上 还没人驯服过赤灵兽 妖兽 都是极难驯服的 当然 有极少数妖兽 有希望驯服 诸葛元宏但笑道 黑火灵果 对赤灵兽非常重要 吃了黑火灵果 它才能蜕变 所以 到时候 它也会跟你们争 如果赤灵兽 没吃黑火灵果 成熟期的赤灵兽 身高过两丈 虽然也强 可你们还有 藤青山一同联手 还是能杀了那赤灵兽的 那成熟期的赤灵兽 它的灵甲 一旦穿在身上 非先天强者 将无法攻破 是无价之宝 赤灵兽 灵甲的威力 毫无疑问 如果赤灵兽 比你们更厉害 它抢夺到了黑火灵果 也会蜕变 蜕掉过去的灵甲 长出赤红色灵甲 你们的任务 就换为 将那吞下的黑色灵甲 夺回来 诸葛元洪说道 二师伯 绿尔 你们俩从黑甲军 中选三十名精英 在从归元宗核心弟子中 选出三十名高手 你们今天午后就赶路 前往那徐阳郡化成 和腾青山 他们会合 是 宗主 师父 季洪 官吏二人攻身 第五十三章 风起云涌 楚郡 怀城的一家酒楼里 一名穿着不衣的男子 正坐在靠窗的桌子旁 喝着酒 吃着菜 在他的腰间 正系着一柄长刀 客观 你的大盘羊肉 旁边小二端着盘子跑过来 将菜肴放在桌上 客观请用 随后转身便离去 可是他走开的时候 却碰到了这名男子左臂 诡异的是 那左臂的袖子 却被小二戴地飘起来 独臂 他的左臂是断的 这男子看了看自己左臂 随即不在乎地 继续喝酒 吃肉 断臂那已经是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过去 他曾经绝望过 疯狂过 可时间抚平了一切 苦休二十年 再度拥有强大实力 他比二十年前 天子骄子的自己 更加沉稳 更加可怕 昨天下午 怎么楚郡的楚城里 铁衣门派出了一支 上百人的精英高手队伍 赶往徐阳郡呢 那队伍为首的是 铁衣门的长老 魏苍龙 十年前 他可是曾名列 地榜的高手 在这独臂男子身后不远处 一桌上几个舞者 开始谈论起来 独臂男子冷笑一声 魏苍龙 这天下高手 层不出穷 不进步 那就将会被后进者替代 魏苍龙十年前曾名列 地榜 可也仅仅是排第七十一名 而现在 早就被更强的高手替代 当然 能在地榜上短暂停留 也代表那位铁衣门长老实力 铁衣门派遣高手 去徐阳俊干什么 难不成 铁衣门 想控制徐阳俊 这你就错了 你们可知道 昨天那徐阳俊火焰山一带 传出消息 有赤林右兽出世 而且还在一个叫金家庄的庄子里吃人 被不少舞者发现 一路杀到火焰山里呢 那只是一头高进一丈的右兽 知道赤林右兽现实 意味着什么吗 那名年轻舞者得意道 独臂男子 却是身体微微一颤 赤林右兽 赤林右兽出现 就代表有黑火灵果 有黑火灵根 后天巅峰高手 一旦吃了黑火灵果 据说就能成为先天强者呢 年轻舞者说道 顿时这句话引起哗然一片 就是那黑火灵根 吃了 都直接成为一流舞者 独臂男子饮了一杯酒 目光更加深沉 赤林右兽 黑火灵果 小二 结账 独臂男子淡默道 好嘞 客官 小二连跑过来 一共是六吊带二十个大钱 随意扔下大概七千重的碎银子 够了吗 常年接触银子的小二 这手一颠就连道 够了 够了 独臂男子 当即直接走出去 牵了马 朝火焰山一带赶去 黑火灵果 我势在必得 独臂男子 目光冷立 在酒楼中发生的一幕很平常 怀城是距离火焰山很近的一带 所以几乎是第二天消息就传到了这边 这消息是一传十 十传百 越来越快 疯狂朝四面八方浮散开去 许许多多的舞者 或是为了争夺黑火灵果 或是为了争夺黑火灵根 甚至于为了看热闹 大家都知道 火焰山将会在以后的一两个月内 非常热闹 整个扬州乃至北边的青州 这两州高手都有时间 来得及赶往火焰山 那么多高手聚集 将会是一个难得的盛会 或许会看到很多厉害高手 比如地榜 高手 乾隆榜 除凤榜 高手 一支商队 缓缓地行进在关道上 像这种大量商人聚集的商队 一般会邀请很多护卫 而护卫的实力也分高低 实力强者 就可以惬意地在马车里 不到必要 他们懒得出手 支呀 支呀 车轮滚滚 在一货车上 一名穿着朴素 赤脚的青年 左手抓着自己的斩马刀 闭目盘膝坐着 没人敢打扰这个青年 当初其他护卫们 瞧不起这个穿着朴素 还赤脚的青年 曾有两名护卫 要敲诈着青年 拿想 其他护卫们只看到血光一闪 那两名护卫 便已经轰然倒地 他们的喉咙都被割破了 这群护卫这才骇人 对方拔刀 杀二人 收刀 他们竟然都没察觉 拔刀之快 出刀之迅猛 太过害人 从此这些护卫们 再也不敢来惹这个赤脚青年 刚才在客栈歇息的时候 你们听到了吗 那徐阳俊边境火焰山 有赤灵右兽出现 那赤灵右兽一旦长大 再吃了黑火灵果 那可足足有三丈多高 五六丈长 其他护卫们一边前进 一边谈论着这消息 原本闭眼养神的赤脚青年 眼睛睁开了 黑火灵果 黑火灵根 赤脚青年眼睛眯起来 好像一条孤狼的冷立眼神 随即 他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 这些护卫说得不错 这一次 肯定会吸引成千上万的舞者过去 我闯荡天下 风餐露宿 已有八年 那些所谓的后天巅峰舞者 进阶不是我一招之敌 这一次 高手云集 也该是我烟铁苦修八年 名扬天下之时 同时名练 前龙棒 地棒 师父他知道了 一定会高兴吧 如果再得到黑火灵果 想到这 这赤脚青年不再犹豫 赤脚青年 背起旁边的包裹 而后整个人一跃 呼 一脚将骑着战马的一名护卫给踢飞 他自己坐在战马上 猛地一抽马 战马便飞速奔腾起来 我的马 那护卫连喊道 砰 一块硬物砸在他脑袋上 护卫低头一看 正是一辆黄金 真小气 护卫低声咒骂道 我的战马也花费了近百两银子 也不多给一点 那护卫飞跑着 也暂时地跑上货车 坐着货车了 兄弟 那个沙神 能给你金子 你就算走大运了 不给你 你又能怎样 其他护卫嬉笑道 那个沙神 去哪里啊 谁知道 他走得好 在这边 老子心里总是发毛 护卫们半途离去 商人们是不管的 也没法管 更何况 商人们是到中途付一半银子 到目的地 再付另一半银子 也不怕护卫逃掉 他们反正不吃亏 不管是想得到黑火灵果 黑火灵果的 还是凑热闹的 亦或是想趁高手云集 一举出名的 一个个得到消息后 都赶往火焰山 有一些行走天下 风餐露宿的苦修者 他们为的 就是一举成名 这次是良机 也有功成名就 心中渴望达到 先天的成名人物 也有背负着 深仇大恨的 想要急剧提高实力 复仇的 有凑热闹的 有一些影视 绝世强者的弟子出世 想要名传天下的 总之 形形色色的人物 都赶往火焰山 徐阳俊 画城的 一座豪宅府邸内 这里正是归原宗 在画城的一个住点 滕青山他们便 暂时待在这 这两天 火焰山那边 还真是热闹 滕青山站在 楼阁窗户处 喝着酒 目光时而扫逝 远处的街道 火焰山那边 竟然有那么多舞者 到了 这才两天 就有数百人聚集 那边 竟然一连开了 三个客栈 人太多 而厉害的舞者们 是不计较金钱的 客栈可以趁机 赚一笔大的 所以 火焰山一带 接连又建了 三座客栈 不过 那头赤灵右兽 的确狡猾 这两天 根本不出现 我进入火焰山 搜索了三次 都没有发现 赤灵右兽踪迹 滕青山也想方设法 去探寻 可一直没找到 赤灵右兽 赤灵右兽 显然也感觉到了危险 不过 滕青山肯定一点 赤灵右兽 再没吃到黑火灵果 是不会离开 他的老巢的 表哥还真勤奋 滕青山 瞥了一眼 远处下方庭院 表哥滕青虎 正在练习枪法 烈火武士 嗯 滕青山眼角余光 发现远处街道中 出现了 大量身穿黑色重甲 骑着黑色战马的人影 其中也有很多 并没穿重甲 为首的两人 滕青山一眼认出来 那银色长发 目光冷立的 正是第一统领季红 而那位面色冰冷 穿着黑色静装的女子 正是第四统领官吕 动 动 动 滕青山立即下了楼梯 走往前门处 而这个注点的负责人杨塔 已经在大门处等待了 两位统领大人 那杨塔恭敬道 这些战马 交给我的人吧 大人们进来歇息 他一挥手 立即一群仆人跑过去牵马 浩浩荡荡一群人 在继红 官吕带领下走进来 统领大人 滕青山向眼前二人拱手 哈哈 青山 纪红一看滕青山 脸上便露出笑容 走过来一拍滕青山肩膀 你这次可是给咱们归原宗争脸了 竟然击败孟田 哈哈 对了 我问你 那孟田 真的被你杀死了 孟田死得尸骨无存 而且当时周围没人 根本没人知道 是不是滕青山杀的 当然是被我杀的 滕青山说道 好 好 季红笑意更浓 随即转身 这位士官统领 这次我和官统领 奉宗主之命 带领三十名黑甲军精英 以及三十名核心弟子高手过来 虽然 这次赤林右手出世 引得大量高手聚集 可咱们归原宗 对那宝贝 可是势在必得 青山 到时候 你可别留守 不管是击败孟田 还是杀死孟田 滕青山至少拥有 地榜 实力 一个地榜 高手 在争夺黑火灵果时候 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是 统领大人 滕青山硬道 忽然瞥向季红身后的时候 滕青山一震 他目光锁定在一名 穿着重甲的虎背 熊腰的男子脸上 那黑甲军精英高手 也疑惑看着滕青山 这位兄弟 你 你是不是叫李金福 滕青山 依旧清晰记得 当年那个 扛着122斤狼牙棒的 李家庄的天才 第54章 官吕 在滕青山幼时 滕家庄和李家庄 为了争水 曾经派出族内 好汉比是三场 而那一次 李家庄的李金福 震撼了滕家庄族人 那一柄122斤狼牙棒 那个暴力汉子 滕青山 至今都记忆深刻 滕都统 你 你认识我 李金福有些惊诧 对于滕青山 他当然了解 如今黑甲军中 滕青山名气 还是很大的 其次 李金福这些年 在黑甲军 娶了媳妇 有了儿子后 两三年 也会回家探亲一次 对于林庄的天才滕青山 他当然知道 只是 李金福却不知道 对方怎么认识他了 他李金福 18岁就离开了家乡 差不多有134年了 滕青山今年才17岁 也就是说 他李金福进入黑甲军 滕青山才4岁左右 4岁孩子 怎么会还记得他 而且现在还也认出来 李金福 当年你李家庄 和我滕家庄争水 那次 你击败我大波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滕青山笑道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我们能在这碰面 滕都统 你记性真好 这么多年 你还记得 李金福一笑 十几年过去 李金福不再是那个 充满野兽气息的汉子 他变得沉稳了 清山 你跟金福原来 是老乡啊 纪红笑着道 金福他 可是我贴身 轻微队的武长 枪法也很不错 论实力 比得上一般的百夫长 好了 走 你们俩等以后再慢慢聊 先进屋 一群人 熙熙攘攘朝大厅走去 滕青山这才知道 李金福原来是 纪红的轻微队武长 虽然说一领人马 有1500人 一个百人队 就是100人 不过15个百人队中 有一个最精英的百人队 名为轻微队 这是统领的轻微人马 既然是轻微 当然是精英 轻微队的武长 可比一般百人队中的武长 要更强 在宽敞大厅里 80多号人齐聚一堂 纪红统领高座主位 在他的左右两侧 分别坐着官吕统领和滕青山 这大厅里 除了纪红 官吕 滕青山三人外 只有百夫长 轻微队的武长们 核心弟子中一些地位高的 一共八人坐着 其他人都站在边上 李金福 哈哈 我叫滕青虎 滕家庄的 滕青虎热情地 和一旁李金福小声交谈着 李金福显然也未见到老乡而开心 低声谈论着 咳 一声低沉咳嗽 令整个大厅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纪红统领冷着脸扫了一大群人 这才冷声道 这次 赤灵右兽出世 消息肆意传开 刚好 赤灵右兽又是在火焰山这出现 这里距离青州不远 这次 被吸引到火焰山的舞者 最起码是扬州 青州两州之地的舞者高手 所以 到时候高手如云 我们归原宗弟子 不可嚣张跋扈 当然 谁敢惹我们 我们也不必留情 听到没有 是 在场众人轰然音声 嗯 季红淡淡点头 随即看了看滕青山 又看了看官吕 脸上浮现一丝笑容 青山 官吕 宗主命咱们来夺得那黑火灵果 黑火灵根 以及赤灵兽的灵甲 你们有什么看法 都说来听听 讨论方法策略 是高层的事 而季红 明显将滕青山 也认定为这支精英队伍的高层 实际上 实际上滕青山虽然是都统 和季红 官吕的统领地位相比 还差一级 可滕青山杀死孟田的战绩 这灵整个归原宗都对滕青山刮目相看 一个地榜 高手 已经不需要职位来证明实力 赤灵兽灵甲 滕青山疑惑看着季红 统领 那赤灵兽 如若吃了黑火灵果 我们杀那赤灵兽 不太可能吧 哈哈 青山 宗主的意思是 赤灵兽如果没吃到黑火灵果 就宰杀赤灵兽 得其灵甲 如果他能抢到黑火灵果 我们就想方设法 弄到他蜕变时 吞下的黑色灵甲 季红详细解说道 滕青山暗自点头 师伯祖 那官吕终于开口了 他的声音很冷 脸上表情也没变化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不急 季红笑道 根据消息 那赤灵幼兽还在成长期 最起码还有一月左右 才能成熟 达到过两丈高 黑火灵果 肯定是在赤灵幼兽长大后才成熟 这是规律 所以我们最起码 还有一月时间 这天地自然 很是神奇 像那赤灵兽出生时 全身为黑色 而后一天一变 急速成长 短短数月就达到骇人体积 荡吃了黑火灵果 全身就从黑色变为赤红色 成为一个真正令先天高手 也忌惮的可怕妖兽 而黑火灵果 同样为成熟视为黑色 成熟后才变为通红 赤灵兽 黑火灵果 香瓣声 的确不假 师伯祖 观虑却开口道 我看 我们还是早点去 不管那赤灵兽 能不能吃到黑火灵果 我们 抢的灵甲都是黑色灵甲 所以 我看我们早点去 最好 在赤灵 右手未成熟阶段 就宰杀了他 虽然灵甲可能比成熟期 略微差点 可至少 保证那赤灵右手 无法吃到黑火灵果 而且 成长到两丈高的赤灵兽 也非常难对付 季红一正 随即哈哈大笑 观虑 你说得对 还是年轻人脑子好啊 现在杀了赤灵右手 的确有一处没坏处 滕青山略显惊讶地 看了一眼那观虑 而那观虑此刻 也看向滕青山 依旧冰冷道 滕都统 你认为呢 我赞同观统领的说法 滕青山应道 季红随即朗声道 在场的所有人 听清楚了 明天一早 咱们就出发 赶往火焰山 今天 大家好好休息 黑甲军士兵 明天重甲都不要穿了 在火焰山中 根本无法骑马 不必带马 也无需穿重甲 穿一件内甲即可 是 在场众人领命 都退下吧 季红一声令下 大厅内一群人 都立即走去 而外面有府邸的仆人们 专门引领众人 去各自住处 大厅里 只剩下滕青山 季红 关绿 关绿 季红脸上笑容大盛 一拍旁边滕青山肩膀 青山这次 可是为咱们 归原宗震了脸面 杀了一个 地榜 高手 现在 外面谁还敢说 我归原宗后辈子弟无能 关绿 你得好好和青山学学 关绿看向滕青山 突然起身 滕都统 听说你枪法厉害 想和你请教一番 滕青山脸起身 苦笑看向季红 季红却笑道 青山 关绿他 可是咱们 归原宗年轻一代 有数的高手 修炼的 可是地级密点 悬兵剑点 实力比诸葛云 月松 都要强上一筹 你就和他切磋切磋吧 而且 我也想看看 你的枪法如何呢 能当上统领 关绿实力 怎么可能差 关统领 可有三十岁 滕青山突兀问道 问女人年龄 是有些失礼的 那关绿眉头 微微一皱 而季红却说道 还不足三十 统领大人 我和关统领 还是暂时不比的好 这刀剑无眼 如果伤了 就不好了 而且我们马上就要 去争夺黑火灵果 还是养精蓄锐的好 滕青山说道 这关绿没到三十岁 可是 除凤榜上 并没关绿的名字 连除凤榜都上不去 滕青山也就没心之笔了 到了滕青山这个层次 即使仅仅拿出五六万斤的力量 像诸葛云 月松这个层次 滕青山都不放在眼里了 像孟田那层次 滕青山才有兴趣 血月刀的厉害 滕青山至今还没忘 单论刀法 比之自己的枪法 也相差不大 自己重伤孟田 靠的是轮回枪长度占优 才略胜一筹 能一招杀死孟田 靠的是可怕的距离 滕都统 官绿脸色一冷 官统领 明天一早就出发了 还是早些谢谢 滕青山转头看向季红 季红明白滕青山的意思 也站了起来笑道 官绿 青山他说的也对 明天便要忙正事 这笔事受伤是难免的 嗯 现在也没其他事 你们都去歇息吧 官绿冷冷看了滕青山一眼 等黑火灵火事情一了 我会好好请教滕都统的枪法 看滕都统 到底有什么手段 说完 这官绿大步地朝门外走去 靠红看了一眼离开的官绿 而后朝滕青山笑道 青山 你这次拒绝官绿 可不是好事啊 你是不是看他没名列 除凤榜 没笔是兴致 季红可是年老成精 一眼就看出滕青山的意思 滕青山看着季红 笑道 统领大人 这官统领不会暗地里针对我吧 这倒不会 季红摇头道 随即好奇道 青山 听说那笔血月刀 在你这 你可否借给我 好好看看 没问题 滕青山点头 季红连道 那好 带我去你呢 这季红显得心急 现在 滕青山有些错愕 可还是带季红去自己的住处 将那笔名漆不小的血月刀 给这位过百岁的老同龄仔细观看 第五十五章 不自量力 第二天清晨 话称 滕青山他们所在的住点前院中 聚集着大群的人 各位大人 那杨塔朗声道 各位的上等战马 暂时寄放在这 从这赶往火焰山 各位就骑着普通的黄宗马吧 此刻在府邸门口 已经有很多廉价的黄宗马在那边了 这一幕 另不少龟原宗高手 眉头一皱 骑黄宗马 太没面子了 季红冷声道 我们去火焰山 会在那扎营 要过上一两个月 上等战马在那边 容易引起一些武者觊觎 好了 一个个上马 出发 季红一声令下 八十几号人都上了战马 不单单这八十几号人 那杨塔也命令十名仆人骑马 到了火焰山 我这十位仆人 会照顾各位大人 这一两个月生活所需的 杨塔笑着道 滕青山他们一群人 浩浩荡荡离开了化城 迅速地赶往火焰山 黄宗马虽然是廉价马 可一天也能跑个三四百里 从化城赶到火焰山 靠近火焰山的山脚处 耗费了两个多时辰 到了那 已经是正午 山脚下 大大小小的帐篷有不少 而帐篷周围 也站着不少舞者 舞者们三三两两在一起 彼此谈笑着 仿佛这是一个盛大的聚会 归原宗一行人马过来 立即引起不少舞者的注视 看 那是归原宗的人马 那领头的 就是四大统领之一的纪红 铁衣门到了 连归原宗也来了 估计过不了多久 远些的青湖岛人马也会过来 徐阳俊的小门小派 怎么跟人家争 议论声一片 成名人物认识的人极多 不过他们说的的确不错 像归原宗 铁衣门 单单核心弟子变境万 还有舞者军队 同时 还有大量外围弟子不计其数 和这些大宗派比 徐阳俊的众多小门小派 估计一派加起来 也就数百人 怎么跟人家比 扎营 纪红一声令响 顿时众人下马 黑甲军军事 归原宗核心弟子高手 立即去帮助那十名仆人 一同开始扎营 一顶顶大帐 很快固定好 每一个大帐 都足以让十人在里面睡觉休息 足足十二顶大帐 其中有两顶大帐 是让那十名仆人休息的 以后煮水烧饭的 都是这些仆人负责 滕青山他们可以安心寻找黑火灵果 青山 这边人不算多吗 乍一看 也就两三百人 滕青虎环顾周围说道 滕青山也看了一眼周围 零散地分散在各处的舞者 表哥 现在是白天 许多舞者现在都在火焰山里 找那头赤灵右兽 滕青山这两三天 也来过三次 滕青山可知道 这里的舞者数量 是何等惊人 少数舞者住在客栈里 大多数舞者都住在山脚下 而且几乎都选在 靠近金家庄这边的山脚下 虽然说火焰山方圆六七十里 可大家都认准了 那赤灵右兽老巢 黑火灵果所在 肯定是靠近金家庄 毕竟这火焰山范围这么大 在火焰山山脚的山庄 有很多很多 可为什么那赤灵右兽 专盯着金家庄的人吃呢 理由就是 金家庄 距离他的住处近 都过来 季红在不远处喝道 顿时八十多号人都围过去 季红取出一副卷轴 这是黑火灵果 黑火灵根 你们都看清楚样子 说着便展开卷轴 腾青山仔细看着 卷轴上画着两幅彩图 第一幅彩图 那黑火灵根 竟然是银白色 可叶子却是诡异的黑色 果实仿佛苹果一样 近似于原形 为黑色 第二幅彩图 黑火灵根没变化 依旧银白色 叶子却变成了红色 果实也变成了红色 这灵根 不是白色 而是半透明的 季红压低声音说道 第一幅图是未成熟 第二幅图是成熟后的 都看清楚了 别看到黑火灵果 都认不出 还有一点 这黑火灵果是生长在炽热的的方 给大家看了一会儿 季红便收起卷轴 大家先吃饭 吃过午饭 进山 言下 这火焰山里非常的热 我们这么多人 分成三队仔细搜索这火焰山 在山脚下 季红吩咐道 黑甲军三十名精英 依旧跟我走 核心弟子高手 跟关统领走 滕都统 你挥下那些人马 跟你走 大家没问题吧 滕青山和关绿都点头 进山后 你们务必小心 季吩咐道 大山里毒蛇毒虫野兽多 别乱闯 关统领 滕都统 你们挥下应该有熟悉大山的 多听听他们的 我可不想看到 你们没和其他舞者争斗受伤 反而倒在蛇毒 虫毒上 是 滕青山 关绿应道 滕青山可是从小在大山里长大 不过关绿却没有在大山里生存的经验 在傍晚前回到这里 好了 进山 季红大手一挥 三只人马分开 开始探索这火焰山 其他两只人马 滕青山不清楚 不过自己的人马还挺顺利 大家都是黑甲军军士 大部分都有山林生存经验 在大山里有滕青山 滕青虎 杜红三人带领 根本不怕出现什么危险 他娘的 太热了 滕青虎忍不住咒骂一声 滕青山看看天色 按照前世时间刻度 应该是下午两点半左右 刚好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青山 统领大人还说 那黑火灵果会长在炽热的的方 我看这火焰山 哪里都热 滕青虎一笑道 咱们怎么找 碰运气 滕青山说道 那头赤灵右手 很狡猾 找到它很难 黑火灵果是死物 我们或许就能碰到 耐住性子吧 这种日子 可要持续一两个月的 滕青山明白 现在即使发现黑火灵果 也无法采摘 必须等到成熟那一天 才能采摘 嗯 滕青山瞥了一眼前方 前方正迎面走来一群舞者 那群舞者一看滕青山他们 就从滕青山他们的 制式禁装中 分辨出是归原宗的 为首的舞者 是个年轻人 却是个秃头 一双死鱼眼 肩膀上还有一只秃鹫 归原宗的各位好汉 不知道 你们哪位是滕青山 那秃头青年拱手说道 都统大人的名字 也是你们随便叫的 杜红鹤道 那秃头青年眼睛一亮 都统大人 目光一扫 锁定在滕青山身上 这位应该就是滕青山滕都统吧 你有何事 滕青山看了他一眼 滕都统 在下贾良 听闻滕都统大名 想要和滕都统比试一番 秃头青年 脸上有着一丝傲气 这秃头乃是徐阳俊 秃旧帮少当家 更是秃旧帮如今第一高手 打遍周围百里地 无一人是他敌手 自从刀法有成 这少当家贾良就没输过 他心中满是傲气 自认为天赋了的 天下间年轻一代 和他能媲美的没多少 听闻滕青山击败孟田 他就想挑战滕青山 如果他击败滕青山 将踩着滕青山的肩膀 名传天下 没时间 滕青山冷漠道 我们走 对这种挑战的 滕青山懒得理会 黑甲军军士们 也是不屑 看了一眼少当家贾良 对这种年轻人 懒得理会 滕青山 你是不是怕了 贾良喝道 呜 黑甲军众人回头 冷漠看着贾良一群人 贾良毕竟生活在马贼当中 面对黑甲军的血腥气息 也感到心中一致 挑战我 就得有死的准备 滕青山冷漠看了他一眼 你有吗 贾良之前被黑甲军众人 气势震重 现在被滕青山这么一问 一时间正正站在原地 滕青山健壮暗自摇头 心性都不够坚定 应该是一个天赋了的 却没受过多大挫折 坐井观天 自认为了不起的小家伙 对这种年轻人 滕青山提不起一丝兴趣 随即滕青山一群人 而后便离去了 贾良这才反应过来 竟然走了 少当家 那滕青山 定是怕了你的 原先不敢出声的马贼们 立即有人喊道 哼 胆小鬼 贾良恨声道 少当家 那滕青山能击败孟田 手段肯定很厉害 不可小视 也有马贼说道 我们走 贾良喝道 傍晚时分 滕青山一群人已经下山 正沿着山脚 朝当初扎营处走去 青山 今天竟然有三个人挑战你 不过 看起来都很一般 被咱们这些黑甲军兄弟 气势就震住了 真是不自量力啊 滕青虎感慨道 滕青山也是哭笑不得 这天下间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还真不少 不过黑甲军军事的气势 的确很可怕 二十人朝那一战 一个冷立眼神 那气势都比普通马贼 数百人气势还可怕 这也令滕青山 少了很多麻烦 都统 你击败孟田 徐阳俊 楚俊这一代知道的人很多 现在许多人都想踩着你上位 咱们在这 可是得有一两个月 第一天就有三人挑战 等以后 麻烦估计会更多啊 杜虎说道 滕青山不由眉头一皱 的确 许多武者苦修十数年 就是为了一朝成名 以后一个多月 麻烦不小啊 得震慑那些人一番 滕青山心中暗道 第五十六章 高手如云 火焰山范围太广 滕青山 他们在沿着山脚 回住处的时候 遇到了同样下山的 季虹等一群人 青山 这天地灵宝生长的地方 一般都极为难寻 我们也不必着急 季虹说道 嗯 官吕他的人马 都已经回来了 此刻众人距离扎营处 只有数十丈远 都能看到老远的 归原宗 核心弟子高手们 统领大人 他们回来了 准备晚饭 早已经做好的丰盛饭菜 那十名仆人 立即端好送过来 今天下午 刚刚打造的 崭新桌子放好 八十余好人 就聚集在一起 吃喝了起来 归原宗精英高手 吃得的确好 赶那上好的酒楼上 一桌好菜 还有好酒供应 那阳塔派来的大厨 这菜做得不错 季虹赞了一声 滕青山端着 大碗酒喝了一口 笑道 统领大人 我们周围那些舞者们 都眼馋得很了 季虹也瞥了一眼 远处周围的其他舞者 笑了 那些舞者们 有的人吃馒头喝冷水 有些人打个野味 烤了吃 不过 怎么能和归原宗 众人比呢 专门大厨 诸多仆人准备 那些舞者们 怎么不眼馋 可眼馋也没用 酒足饭饱后 归原宗高手们 有部分进入帐内 开始修炼内境 而大部分都坐在外面 三三两两 谈论着 青山 季虹和滕青山走在一起 在山脚下散步 今天下午 有没有遇到舞者 向你挑战 的确有 滕青山无奈道 而且有三个 不过实力一般 我没理会 季虹一副 不出所料的表情 说道 这不奇怪 你如今毕竟才17岁 在许多舞者看来 17岁再厉害 也厉害不到哪去 即使你击败了孟田 他们也会认为 是你施展了阴险手段 比如下毒 滕青山一阵 总之 肯定有不少人不信邪 不信你有那么强 想踩着你 得以名传天下 季虹转身盯着滕青山 青山 我命令你 如果再有人挑战你 你必须应战 而且 要出狠手 杀死都行 青山 你现在代表的 不单单是你自己 而且还代表我 龟原宗年轻一代 在外人眼里 能击败孟田的你 就是龟原宗 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 所以 你不能退让 你要下狠手 杀 一口气杀上几个 那些挑战的人 就害怕了 到时候敢挑战你的人 就少了 季虹说道 滕青山说道 杀死就不必了 让他们终身难忘就行了 你可别心慈手软 季虹笑道 如今的先天强者 八大宗派之一的 西北雍州银氏家族 如今有一位长老 名叫银如凡 实力很强 当年年轻时 他名列 乾隆榜 不少人挑战他 他每次都是点到极致 难得商人 更别说杀人了 结果呢 许多人欺他心善 专门找机会挑战他 有人专门拿他来试验剑法 刀法 后来 这阴如凡不胜其扰 终于下狠手了 这日子才清静 人善被人欺 这是有道理的 兄弟 这野兔味道不错嘛 给哥几个尝尝 一道声音从旁边不远处传来 咦 季虹惊异看过去 季虹的惊讶表情 引起滕青山的好奇 也转头看去 只见不远处 有一个满脸胡渣的汉子 正坐在那 考着野兔 一阵阵香味弥漫开 而在他旁边 站着三名看似壮硕的舞者 其中一个已经伸手去抓那考野兔 嗯 独臂 滕青山一眼分辨出 那不遗汉子 左臂空荡荡 明显是独臂 你们还是滚远点 淡漠的声音从那汉子嘴里响起 嗯 那三名舞者脸色一沉 其中一个喝道 别给脸不要脸 咱们兄弟吃你一只野兔 是给你脸 想动手 咱们兄弟不介意送你件阎王 独臂汉子哐的一声 拔出了腰间的战刀 那三名舞者不由后退一步 可那独臂汉子 却是用战刀削了一块兔肉 抓来吃 而后点点头又削了一块 玩我们 三名舞者脸色一沉 其中一个喝道 兄弟们教训教训这个残 残废还没说出来 便是一道清光 哄 空气锐笑声响起 紧接着便是惨叫声 那三名舞者惊恐看着这个独臂汉子 其中一个脸色煞白 捂着自己右臂 右臂手腕处有一道血痕 手筋已经断了 从头到尾 他们三人根本没看见对方出刀 而那独臂汉子将战刀又慢慢放进刀壳里 但莫道 滚吧 三人相视一眼 知道对方已经手下留情 连落荒而逃 好快 很可怕的刀 腾青山有些震惊 这一刀 绝对不比那孟田的血月刀慢 而且 那名独臂舞者 还是坐在地上出刀 这种姿势别扭 可出刀依旧这么可怕 没想到他也在这儿 季洪眼睛发亮 我们先走 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 那独臂男子 瞥了一眼远处的季洪 随即低头吃那野兔肉 腾青山愈加疑惑 一路陪着季洪朝回走 同时询问起来 统领大人 他是谁 雷神刀无悦 季洪正中道 雷神刀 腾青山一正 地宝 上排第九 季洪又添加了一句 腾青山不由暗精 第九 孟田排名才61 这个无悦到底多强 61和第九 腾青山当然能猜出差距 或是名次相近 差距不太明显 可是 能在地榜上排前十 而孟田却是吊着末尾 这无悦比孟田 绝对要强 而且强不少 无悦年轻时 18岁就名列乾隆榜 曾一度名列乾隆榜 前十 许多人都认为他前途无量 季洪赞探道 须知连诸葛云 岳松等人都没资格名列乾隆榜 这乾隆榜可想而知 不是那么好进的 不过他26岁那年 带领宗派人马征战 断了一臂 也就沉寂了下去 这一沉寂也就近20年 不过近两年 他名气开始飞速提高 三次大战 接连击败三名 地榜 高手 未曾一败 他的刀法以迅猛著称 绝招一出 就仿佛一道青色雷霆 所以被称之为雷神刀 季洪赞叹道 这雷神刀刀法 过去并没有 明显是他自创的 他现在名列 地榜 第九 可他未曾一败 所以 他的排名 或许还能再提升 滕青山听了 也对这个独臂男子 升起一丝敬意 能在地榜中排前时 还是残废 这人天赋 毅力 绝对可以说是可怕 一个年轻高手 挑战铁一门年轻一代 第一高手 冯无血了 搁几个 快走 远处传来兴奋的喊声 滕青山转头看去 只见大量舞者 朝西边跑去 冯无血 滕青山在归原宗 很早就看过 乾隆榜 除凤榜 地榜 那冯无血 正是 乾隆榜 上排第六十八的 年轻高手 冯无血 走 青山 我们去看看 季红也笑道 滕青山和季红 也连赶过去 远处围着一个 足有数十丈的大圈子 周围大概聚集了上千人 估计周围 绝大部分舞者都过来了 只见金属撞击声响起 呼 哄 地面上出现一个个深坑 二人身影都迅速交错着 滕青山 季红到的时候 便是看到的这一幕 那挑战者 也是高手 季红一到 便眼睛一亮 滕青山询问道 统领大人 哪一个 是冯无血 穿阴白色衣服的 另外一个短衫青年 是挑战者 季红说道 哐 哐 哐 连续十数声撞击 同时十余倒刀光滑破夜空 破 一道鲜血飞溅 那穿着银白色的青年 抛飞倒在地上 胸口上有着刀痕 鲜血缓缓朝外冒 顿时铁衣门一大群高手 立即涌上去 帮忙看伤势 止血等等 无血 怎么样了 一名铁衣门老者担忧道 长老 没伤到要害 一名中年人连说道 顿时围观的上千名舞者一片沸腾 大家都没想到 一个无名青年 竟然击败了铁衣门年轻一代第一高手 冯无雪 那冯无雪坐在地上 冷立的毛子死死盯着远处那短衫青年 吼道 你叫什么名字 听好了 我叫燕铁 这短衫青年朗声道 滕青山这时才发现 这短衫青年竟然赤酒 燕铁 这个叫燕铁的好厉害 竟然击败了冯无雪 冯无雪真可惜 如果之前那一剑再快一点 就能刺到这个燕铁了 不过 那燕铁连续十几刀还真狠 一刀比一刀强 那冯无雪终究抵挡不住 看那个燕铁 年纪挺小的 乾隆绑 怕是又要换人了 许多年轻人都羡慕看着这个燕铁 经过此次一战 燕铁的名字会很快传遍天下 如果这时 谁能击败燕铁 那将鸭燕铁一投 不过刚才见识过燕铁和冯无雪可怕的实力 他们都不敢挑战 咦 看 那在纪红统领身边的年轻人就是腾青山 他击败了孟天 不但击败 还杀了 这个腾青山 下一版的地榜 估计就要有他名字了 在常人多 很快有人辨认出腾青山 如果击败了腾青山 让他败得无话可说 这么多人看到 或许 就能代替他 名列地榜呢 就在这时 腾青山 老朽重见门门主司马峰 听闻你枪法了得 想要讨教讨教 一声大喝凭空响起 顿时周围上千名舞者们 兴奋起来 刚刚一场 乾隆榜 级别高手交手 现在竟然是地榜 高手比试 在人群中的腾青山 眉头一皱 青山 刚刚好 这里人多 狠狠出手 震慑所有人一番 纪红却有些兴奋 还瞥了一眼 不远处的铁一门长老 魏苍龙 目光中明显还有一点